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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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这一节就有Michelle做的嘉宾 Michelle 你好 你好 刚才跟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上证指数收市报2852点升24点 深证指令都反复走高 全日收市报8711点升126点 而胡森300指数报3610点升46点 而创业版指数升15点报1431点 香港股市方面 恒指全日收报27578点升613点 国企指数升192点报10526点 大市成交金额全日919亿元左右 然后和Michelle说回大市情况 看到今天港股就做好 全日都升超过600点 升穿了多条亿团命均线 上回到27500点流上 到底恒指转勢 还是逃生门大家呢 我自己觉得后者可能性大一点 只不过你说逃生门开到多久 或者说会去到多上位置 暂时来说会有一个问号 是 始终你看回现在看到 为什么市场今天有这么大的反弹幅度 和美股方面都有关系 特别是你看到上周 美国出了飞龙的数据 和之前ADP的数据 其实都不是这么理想的情况之下 大家现在对于美国的 开始要减息的预期 升温升得比较厉害 其实现在看到去到七月底 那次二息的时候 要降息的预期都已经是超过八成 有七成的投资者都觉得 其实去到七月底的时候 起码降四分之一 而去到也都有一成 超过一成的投资者 是觉得可能要降半厘 所以其实去到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于这个减息的预期升温 就的确令到大家可能 可能市短线来讲 会有一个risk on 的情况 风险的那个位纜 短线是上升了 另外一件事也是说到 上个星期尾的时候 都看到美国方面公布了 暂时现在和墨西哥方面 其实都已经算是有得谈 对于他们的关税 亦都是无限期地向后退 这一件事其实都令到大家的 信心是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 亦都是支持 你说现在的市场 会不会短线有一个反弹 无论是美股也好 其实港股也好 这一件事出现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但是你说刚才说到 港式的预期 我觉得都要看今个星期 中美双方 其实都会公布一些通胀的数据 特别美国方面 如果你说出来的通胀数 其实都不是这么理想的情况之下 这个预期进一步升温 后市可能也有机会继续向上 但是问题是 现在说到市场 对于月底 中美双方两个元首会面的结果 其实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始终你不到那个事件发生那一天 你不知道这个事件 带来爆边是爆边一边 虽然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是觉得那边是会向下爆 因为如果你说中国真的有心谈 以及双方实质的一些问题 有机会达成共识 中国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些口吻 这个态度也不会是这么坚定的一个立场 始终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松张的情况之下 其实会很早就开始在内部做一个舆论的引渡 但是当然这个是个人的看法 现在是说整个市对于这个六月底 未有共识的情况之下 由今天六月十日 去到六月28、29日 都会有14个交易日 这14个交易日之间 这个市是会怎样行呢 就是你说恒指贝利普华恒指质 超大过去到一个超卖的空间 超卖的区间之后 它反弹幅度会不会真的说 一千点甚至是二千点呢 譬如你说今天那个走势 你看到恒指今天单日都已经升超过600点 已经是保了大概5月21日的那个列口 底部27600这个位置 十天线二十天线也是升穿 你说后市了 现在最主要其实我觉得 都要看回那个十天线的位置 你说如果十天线这些位置是守得住的 不排除你说这个反弹浪 其实今天未走完 有机会走到差不多二晚九这些位置 甚至要补回之前二万九千六 但是这些位置的那个列口都不出奇 但是你如果 可能看多一两日 觉得十天线这个位置 都始终是可能有一定的阻力在 这个情况呢 其实都不排除你说 其实那个反弹幅度 不会这么理想 后市还是要继续下市 但是始终就是这样说 这次你说即使是要去到二万九千六 这些最乐观的一个反弹的水平 也都只不过是 可能在高一点的位置 开了个吐心门给大家 始终对于后市的那个经济的展望 甚至对于你说中美又好 或者环球的贸易关系 很难说短线有一个彻底的解决之下 对于后市目前来说 都还是比较淡的 现在大家都在估计 会不会是全球进入了一个 新的经济衰退的周期 所以就算真的去到二万九千六 这个位置 也只不过是给大家一个逢高减次的机会 没有货的投资者 我不建议现在这个位置 就这样入场 相对的可能做一些反向的产品 更可能会有机会 有指美国白工的官员 就要求把华为的禁令延期 令到今天的手机设备股 都明显是排人大使的 好像顺宇为例 转日都升下近百分之七 为了七十二一毫半 是表现第二好的蓝筹股 竞争对手 大立光上星期 都公布了五月的营收数字 安年有双位数的升幅 不过就预期六月 就可能会有个下滑的情况 再问一下Michelle 跟Michelle聊一下 顺宇的处境和大立光 又相不相同 会不会都真的升完这一阵 之后就无以为计呢 其实我觉得阿YO都总结得挺好 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 顺宇的处境和大立光是相似的 但是当然大立光 他自己会面临自己另外的一件事 就是他不止有华为这个风险 其实苹果的那个风险 都相对来说比较大 特别是苹果目前来说 特别是说大中华区的销售 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还有大立光 其实他自己对这一件事 也是有一个比较 其实他自己都已经是 认识到这个风险在 因为始终你说 就算出来这份数字 其实五月份这个数字 只看五月份的营收 你按月增盘之日 按年增到14% 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差的数字 但是他自己对于去到第三季 传统旺季来说 那个展望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差的 所以这一件事其实都反映了 大立光自己目前来说 对于后市的那个看法 相对来说比较淡 而讯语虽然你说 他在苹果上 就不存在这个困扰 但是个问题 讯语自己本身 他比较单一 就是对于华为这个项目 对他整个营收的线比 相对来说比较大 如果华为出事的情况之下 你其实讯语这些手机设备股 他其实很难 你说可以在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小米 OPPO P4 可以完全补足 那个单 所以这一件事 我觉得是讯语之后 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之一 但是为何今天又重新提讯 讯语这一只股份 始终一来 打光五月的数据不差 主要是受惠 三镜头的 温透率还在不断提升 三镜头的那一层水 可能到现在还在吃五月份的营收数字 包括你看到 比如说按讯语那条数来看 三月四月份 其实那个手机镜头的出货量 按年都已经是去到四成多 甚至是去到四月份的时候 将近六成的一个同比增长 我觉得这个趋势 这个势头有机会 因为三镜头这一层水 未吃完到五月份 仍有机会继续延前住 继续保持住 还有说三镜头这个 trend 现在不只是说 最最高的镜头 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像素 其实对于中端和低端的一些手机镜头 都会有机会有一个水平在 所以由全线地带动 比如说顺义自己本身 在不同的产品上 都有一定的部署 这一件事有机会受惠倒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 我对于顺义的看法 是后市看得比较淡一点的 但是因为衷敬出货量的那样东西 可以做一个极短线的部署 其实顺义你平时 大概差不多都是这一量的时间 会有机会出到出货量的数字 不排除短线 即使进去的 可能有机会升到八十元 这些大概一成左右的升幅 不出奇的 但是说到这个部署 始终来说 你对于后市的看法看得很淡 特别说手机销售 很难去到下半年 在一个转世型的增争情况下 不建议长期持有 刚才说的极短线部署 可能是一个比较投机的策略 如果说有货的投资者 也说到到八十元以上的位置 也建议逐步减持 纯粹说如果真的做一些对冲 或者说做一些风险承受比较高的投资者 可以说这些位置现价入去追入少量的股份 然后还想和Michelle谈到周大福 看到出完业绩之后 似乎都给予大家 收入升了一成二日当中 中港两地业务分别升百分之八 和一成半 纯粹都升超过一成一 去到四十六亿元左右 而派息比率方面也增加了 股价今天一度高见8.3 全日都升了一成三 去到7.64 业绩的利好因素反映了股价到没有 Michelle 我觉得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广州大福今次升得这么颠狂 一来说它派息 二来就是说 刚才Yu也说到 今次派一个特别息的情况 二来就是去到下半年 其实它的毛利率的确是 有一个超预期的表现 达到27.3这个位置 但是这两个因素 在之后的一个市况之下 有没有机会可以维持 我觉得这个问号是比较大 始终关于今次公司派一个特别息之后 现金水平已经不算特别好 也不是一个net cash的情况 再要派一个特别息的可能性就较小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看到后市 看到国际日战的影响 和整个经济的下行压力都比较大 对于周大福自己本身的销售 是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倒退风险 只不过周大福自己管理层 有自己认对的策略 你见到他去到今年也说到 希望在下一个财年的时候 在内地方面要增加三成的一些Franchise 即是说到那些加盟店铺 我希望通过这一个开这么多的加盟店铺的方式 可以对冲到整个营业额的一个有机会下跌的情况 你不排除你说现在整个市道比较差 我通过开很多的一些店铺 可以对冲到那个营业额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是你开这么多的店铺 一来你的同店销售的增长到底是可以做到多少 二来是说你这些店铺 可能现在说你真的要开的情况 都要做一个下沉去到二三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可能相对来说的 那个销售和包括毛利率 都不会真的好像说去到一二线城市那么好 三来就是说现在几个范畴 即是在做黄金产品 珠宝、中标这些 其实是黄金产品 它自己的同店销售仍有得升 你看到其他你特别说珠宝这些方面 相对来说毛利率比较高的这些产品 其实它的同店销售都还不是真的做得好 有一个过年都要下跌的情况 而黄金产品的毛利率相对比较低 所以你说中高单位数字营业额的一个增长 去到未来一两年 我觉得有机会保持到的 但这一件事也是紧紧对冲回 整个毛利率的下跌的情况 而这一件事就令到其实它的那个盈利能力 不会真的说有一个特别高的提高 就算是保持到一个比较高七八成的一个牌势 在牌势上的那个冲击也都不会真的说那么大 而今天这些这样的升幅 我觉得可能都真是可遗不可在 很难之后再见到 只是说黄金产品 或者说做黄金产品为主的这些股份 在整个市市路不是那么好 特别可能说到人民币短期有机会穿到七算 因为整个市市的那个避险风险 避险的那个情绪可能有机会上升的情况之下 它自己会有一个防守性在 但是这些防守性的股份 不会真的看到它有一个很高的增长 买入的可能上升的空间也都不会真的特别大 可能你看到一个目标 今天其实都已经是见过这么多了 不会真的说再升到超过百元楼上这些位置 其实这个难度都已经很大 所以你说周大福如果真的要买入 你现价买入不行 但是你的那个 你要预计了 其实可能有机会之后要坐价 可能只是赚息泻价 或者说其实对于它之后的那个上升幅度 也都不会真的看得特别高 除了周大福之外 陆福和周新鲜今天都是跑赢大事 陆福全日升3.7.25.2 周新鲜全日都升3.3.11.26 这一节就和Michelle聊到这里 先跟你申报 刚才我们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没错 谢谢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